特斯拉执行長馬斯克昨天訪問完北京 那麼中國就宣布要解除對特斯拉的禁令 這也振奮了特斯拉的股價 稍早收盤大漲超過15% 彭博社就報導 特斯拉將在地圖以及導航的功能 跟中國的百度加強合作 那麼全自動的輔助駕駛也引進中國 這樣利多的消息讓特斯拉在盤前就先大漲10% 那麼大盤也因為特斯拉以及蘋果的拉抬 像是道琼、納斯達克以及標普500 全部收漲大約是0.3% 肺半則是上漲超過0.6%